大家好,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手机只要连接过一次无线网密码 以后它就会自动连接 那么这样的话,我们的无线密码很容易忘记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 让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查看忘记的无线密码 该怎样操作呢?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只要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自动找出忘记的WiFi密码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手机的设置 我们在这里找到WiFi,点击进去 直接点击我们所使用的WiFi 就直接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我们将二维码截图 截完图之后,我们返回到桌面 在这里找到微信 然后在右上角找到加号,扫一扫 通过右上角的三个小圆点 在相册当中选取我们的截图二维码 这样它就会自动弹出一个界面 上面会显示我们所使用的WiFi密码 以及我们所使用的WiFi 通过这种方法就会快速的找到我们所使用的WiFi密码 再也不用担心忘记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呢?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 请关注灵动生活,再见!